慢性阻塞性肺疾的病人 平时走路和做轻度的运动并不会横喘 反而是日常生活中 做一些轻微的动作时喘了起来 慢性阻塞性肺疾的病患 和平常人不同 需要较长的吐气时间 没办法快速的将肺部的气体吐完 一旦吐气时间不足 蓄积气体在肺部里 当下次呼吸时就会更费力 连续几次吐气不足 病患就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而喘不过气 出现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因此当您在运动和日常活动中 如果能实时注意将每一口气吐干净 这样您就可以一直保持呼吸的顺畅 免除呼吸困难的感觉 以下这些渐进式的训练计划 将帮助您以正确的呼吸方法 轻松过生活 外出运动前要穿着具有防护功能性的服装 并准备一些随身并备的用品 选择较厚包覆性较好的袜子 不要穿不合脚会滑动的袜子 合脚吸汗的运动袜是最好的选择 请不要穿着太软的鞋 要硬底有厚度 还要有鞋弓的鞋子 另外选择鞋底较重的鞋 比较有帮助 这是因为COPD的病人 脚比一般人无力 较重的鞋子可以撑住身体的力量 走起路来脚就会较为轻松 户外活动一定要插上防晒乳液 防止晒伤特别在夏季 帽子在夏天选择透气的帽子遮阳 冬天的帽子则以保暖为目的 毛巾流汗时要马上擦干 必选择长行的运动毛巾 在气候变化时可做围巾保暖 出门前一定要记得带一瓶水或运动饮料 选择运动饮料最好 另外准备一个轻便的袋子 放置水瓶、钥匙、手机等杂物 记得学生吸带及旧用的扩张剂 像短效型扩张剂 这个袋子以双肩式的背包最为省力 也比较好活动 冬天时要记得戴上口罩和手套预寒 冬天穿好保暖、挡风的衣物 夏天穿着防晒、透气的衣服 运动前记得先喝一点水 别等到口渴才喝 水分的补充对您是很重要的 运动前请先做缓和运动 请坐在椅子上做缓和运动 不要站着坐 重点在做四肢的伸展与关节的活动 坐下来伸一伸脚、抬脚 再抬另一只脚 放收身体 接着双手抬高、伸展与关节 接着双手抬高、伸展与关节 再一次鼻子吸气、嘴巴吐气 吸时肚子凸起、吐气时肚子往内缩进来 稍作休息一下 可以购买一个血氧测试器 出门前先带上血氧机 测试您的心跳与血氧浓度 当心跳速率在100以上时 建议先不要出门运动 氧气浓度低于90以下时 您也不该在这时出去运动 现在加做呼吸运动 过一段时间后再测试看看 如果一整天都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这天就不要出门做运动了 因为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 做运动训练 反而会造成您身体更大的伤害 一定要注意 如果您的氧气含量一直无法提高的话 建议您带着氧气 例如您的心跳在适合运动的100以下 可是咸氧浓度无法提高到90以上时 建议您带上氧气机 将流速调整在95以上 或者您的心跳一直高于100 氧气也不够高时 也建议您带上氧气 看看是不是能达到适合运动的标准 平时走路遇到爬坡时要注意哪些呢 首先要先将速度放慢 每一个步伐都要保持身体稳定 前脚先支撑好 后脚再离开地面往前跨出 因为脚步不稳 身体摇晃会增加氧气的消耗 呼吸调节的重点是 吸一口气吐两口气 每一步都要这样做 每跨出一步就要用腹式呼吸 吸一口气吐两口气 重点在于把气吐完 气没有吐完 不要急着走下一步 最重要的 仍然别忘了注意自己这时的心跳与血氧 如果心跳超过120 血氧浓度低于90以下时 请赶快停下来做腹式呼吸调节 爬上楼梯时 不要急要站稳 手放在扶手上 先吸一口气吐两口气 气吐完 才将前脚踩上去站稳 后脚踩跨上来 站在同一阶 做完吸一口气 吐两口气的动作后 才可以跨出脚 站上另一个台阶 下楼梯时 先吸一口气 吐两口气 手一定要放在扶手上 支撑着身体协助您下楼 同时也不要忘记用鼻子吸 嘴巴吐的腹式呼吸法 COPD病人的脚比较没有力 下楼时 脚要支撑身体的重量 使得无力的脚 抖得更厉害 这时大腿会呈现 无氧呼吸的状态 而消耗掉更多的体力 倚靠扶手的支撑 可以减轻脚的负担 同时降低病人肌肉的伤害 如果觉得双脚没有力气 可以骑脚踏车来训练您的下肢 请在平地上骑脚踏车 记得把脚踏车调到适合的高度 定速前进 依照自己的能力定速骑车 不要突然间骑得太快 造成喘息困难 觉得脚酸时就要停下休息 不要勉强 偶尔要停下来测试血氧及心跳 心跳不稳定或太快超过120 就要停下 建议使用平坦且软硬适中的枕头 不要使用弧形的记忆枕 或是有凹形的枕头 因为那不适合东方人使用 我们东方人的后脑叫平 而西方人后脑叫圆 当我们睡在弧形或太软的枕头上时 头部会往后线下 下巴抬起 沉睡时自然会张嘴睡觉 这反而会产生睡眠呼吸障碍 也会导致整晚都会张嘴呼吸或打呼 您需要选择一个支撑力好 用通透气加的枕头 像是传统的绿豆壳枕头 就是很好的选择 躺下时 颈部能够沿着身躯 保持顺直不歪曲 后脑不下线 就是最舒适的枕头 当您睡到半夜就觉得口干 或是早上醒来觉得口很干的话 这可能就是您整晚张嘴呼吸所造成的 请先检查枕头的高度 再请医生检查您是否有鼻塞或鼻痘眼等鼻子问题 换衣因为您嘴型的关系 无法改善张嘴呼吸的问题 建议您睡觉前戴上指口罩 因为早上睡醒嘴巴很干 起床时会因为呼吸不顺畅而觉得特别喘 这时不要急着使用扩张剂 睡前先在床边准备一杯水 冬天准备保温杯装温开水 醒来时觉得口很干 可以先喝一些水 就可以改善呼吸不顺畅而喘的困扰 起床时不要急着马上坐起来 先慢慢侧身 坐起 再轮流将两脚伸下床边 坐在床边缓和一下 先喝口水 再开始调控呼吸 用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吸 吐 吸 吐 这时如果有弹的话 也要先清干净 咳出弹来 等一下站起来时才不会喘 刷牙洗脸时要尽量别让双手悬空 让手镯有地方靠着 才能够避免喘起来 浴室如果能放下椅子 建议坐在椅子上 利用洗脸台撑住刷牙的手镯 这样比较不费力 不要低下头或弯着身体 但是请先确定洗脸台是否牢固 是否能支撑住身体的重量 另一种方法 请坐到厨房的水槽前 手铐在上面 尽量坐直身体刷牙 刷牙时要边刷牙边吐气 停一下用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绝对不要憋气刷牙 洗脸时也是要将手臂撑在洗脸台 或厨房的水槽前再进行 选择较小的毛巾 比较容易冲洗干净 拧水比较不费力 也一样不能憋气 要边用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如果家里使用的是浴缸 请采用泡澡的方式洗澡 建议购买一块浴室用止滑垫 先放进浴缸里 避免湿滑跌倒 先放一些室温的水在浴缸里 避免光着身子太久而着凉 尤其是在冬天 但是水量也不要太多 以免太滑站不稳 接着在小心跨进浴缸里坐下 再打开水龙头继续加水 坐在水中泡澡 起身时 双手扶好浴缸的边缘 双脚攻起 利用双手支撑的力量 由坐到蹲到慢慢站起来 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急着站起来 家中没有浴缸而踩淋浴方式的话 您可以这样做 事先放一把餐椅高度的椅子 在脸棚头下方 先调好水温 坐在椅子上淋浴 要避免手举高拿脸棚头 也不要仰着头淋浴 而是把脸朝着正前方 万一有水淋在脸上时 记得不要憋气 赶紧嘴巴吐气 坐着身体脸朝前方 持续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的动作 洗头最好与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请家人协助进行 实在没办法时 请到美容院由他人代劳 要选择踩平躺方式洗头的美容院 不能以低下头洗头发的方式 万一不方便 非要自行洗头时 家中有浴缸的人 脸棚头同样吊怪在上方 不要用手拿 将手靠在浴缸边缘洗头 调完水温后 再由脸棚头冲水下来洗头 家中采淋浴方式时 建议您洗头方法如下 将手靠在旁边的辅助杆上 才开始洗头 洗头时不要弯下腰 也不要低下头 同样将脸棚头吊挂在上方 调好水温后 再打开水龙头冲洗 洗头时直立身体 脸朝正前方不憋气 梳头发时 先坐下来 将手臂撑在桌上 不要悬空在梳头 从马桶起身时 双手利用俯杆 或者可支撑身体重量的装置 确定扶手的稳定与安全之后 双脚站稳 再慢慢站起身 鞋子尽量放置在坐下 就可以伸手拿到的位置 不要放高或放太低 请坐在椅子上面穿袜子 穿鞋时将脚抬高之后再穿 不要弯腰或压低身体穿 可以利用鞋靶 穿鞋才不费力 平时喝水 建议用吸管 可以避免吞咽时憋气而呛倒 喝汤 建议用汤匙 平时多多补充甲离子 水果中甲含量较高的有 香蕉 葡萄 苹果 羊桃 柑橘类 请注意所有瞬间的急迫动作都不要做 像是购物提很多重物 伸手拿放在高处的东西 急躁的想爬楼梯 或是急忙忙赶着追公车 这些动作都会让您在瞬间喘了起来 千万不要以为让他喘一下休息后就会好了 没关系 其实这样会对您的心脏血管及肌肉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生活中一定要避免这些动作 感谢您的心脏血管及肌肉造成很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